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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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常常告诉学生 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尽其用 所以像学校其实常常有一些校队 他们可能会参加桌球比赛 或是游泳比赛 或者是各项的比赛 那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跟全班的人讲 我说其实在老师的心目中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可能很会运动 有人可能很会音乐 可能有人很会打扫 只是很抱歉 他们可以拿到一个奖牌 或者是一个奖杯 那老师都没有办法 送你一个金扫把或者金码头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里面 你们都是一样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曾经我们一起12岁 我们这一出戏的主人翁 是从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之后结婚生子 而且现在在慈祭路上同行同志愿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两位 来和我们聊一聊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黎色师姐 主持人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 陈经德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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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过去我们总觉得说 我们中国人 华人 传统的一个感觉 就是要男主外 女主内 其实我们的经德师兄 是我们黎色老师 非常坚强的后盾 家里头的大小事很多都是他在张罗 对不对 你会怎么样来分享你自己的心得 因为那时候想弥补他们 十几点没有在台北照顾他们 所以上来了 全部的离离到外都是我在弄 要照顾他们的饮食 各个方面的生活 所以我要感觉 这种也是一种回馈的感觉 这个事实上是 它是有一个缘起的 就是说 因为师兄后来就是他除了做摄影以外 他还要做印刷 对 所以那我变成就是说 在学校里面除了担任教职之外 那我回到家我就必须 就是要帮师兄做打字做排版 所以等于是我等于是从学校到家里 我等于是一直都都是一直在工作的 那所以那师兄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是需要我来帮忙 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可能去做家事 所以他大概就是一手包办 相互成就 因为毕竟他的事业当中 也要有你背力的地方 对 那家事的部分 他就挺身而起 而且再来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婆我把师兄他们交得很好 他们家就是 不是只有师兄我小叔小姑 他们等于是从小 就是在生活的这个部分 他们就是通通都要自理 所以每一个孩子这个做菜 然后煮餐做什么的 他们都蛮有一手的 怎么样让孩子也能够学习到这一些 我想尤其是当老师的 也是希望孩子也都能够在生活上面 能够独立嘛 也是要学习一些生活的能力 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 我就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就是我孩子 我孩子六年级的时候 那跟我同学年嘛 那我们就到那个屋来的云仙热园 去毕业旅行 那那一天那个中午呢 他们要考什么土师 要考的一些东西嘛 结果呢 他是要生活的 结果那个那天 我就负责我们班上的嘛 后来呢 隔一段时间 他们的导师都说 今天如果没有你儿子 我们全班没得吃 因为那个每一个炉 每一个全部都是我儿子 帮他们都生好的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实上就是 因为我以前都带童军嘛 那这个小孩子 就一直都会跟着我 所以他其实在童军里面 很多的这种生活的能力 都已经都养成了 其实我常常告诉学生 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尽其用 所以像学校 其实常常有一些校队啊 他们可能会参加桌球比赛 或是游泳比赛 或者是各项的比赛啊 那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跟全班的人讲 我说 其实在老师的心目中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可能 有的人可能是很会运动 有人可能很会音乐 可能有人很会打扫 只是很抱歉 他们可以拿到一个奖牌 或者是一个奖杯 那老师都没有办法呢 送你一个金扫把 或者金马头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里面 你们都是一样的 了解 师姐在学校 这么多的点点滴滴 跟学生的互动 或者是他可能也难免啦 我觉得人都难免 会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 一个冲击啊 心情上面 必须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他会跟您分享吗 会 会喔 您会为他解惑吗 有时候会 有时候就是不感受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他对我的学生都很熟 所以学生也对他非常的好 很尊敬他 因为他常常会带东西 每一次从台中上来 就会带东西给他们吃 今天在这边呢 我看到这一个卡片 它是 这是谁的作品 这是我师专的两个同学 那我们11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 就是回到女师校庆 然后我们聚会 那这里 我有一个同学 他是 就是张秀琴老师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那陈立文老师呢 他是两岸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家 那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说 我们怎么样子可以 让他们两个做一个结合 那我就起了一个念头说 那也许这个时候我可以请他们帮忙啊 就是一起这样子 把他们两个的这样的艺术的一个才华 做一个结合 结果他们两个呢 马上就答应了 然后帮我们做这一张 所以等于是跟这一部戏呢 整个是做一个结合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正面 看到背面 密密麻麻的字 这个是我们的李黎色师姐 亲手写的 要送给我们陈金德师兄 在这边我要征求一下 黎色师姐的意愿 您要自己念还是由我帮您念 我当然是你 我不知道是要在这个场合 是呈现的 那就请我们的金德师兄 好好地感受一下 好 感恩 陈金德同学 当编剧问我们何时相识 我回答小四 你看了我一眼说 不 我一年级就和你同班 我有点错愕 后来证实你是对的 我的脑筋浮现一个画面 当下我明白了 为何每当我们意见相左 起争执时 你总说 反正你都是对 是我的错 你一直在让我 亲爱的金德先生 你说面对镜头不会讲话 你却会透过镜头说话 此时我也明白了 原来你保留的 还是当年透过镜头 捕捉到的那个清纯少女 善良美好 敬爱的金德师兄 我们从同窗到同修 您都全心全意地支持我 做我想做的事 我更明白了 原来你是为了履行 当年对我父母的承诺 好好照顾我 不让我受委屈 今天我要说 没有你就没有当年的李老师 没有你就没有今日的李师姐 此生有这样子的一个牵手的伴侣 我想这也是 不仅仅是很多孩子 您的学生的模范 真的您自己的子女们 也大概都能够知道说 原来父母亲的成长 能够维持这一个家 是彼此的牺牲 彼此的奉献 也互助合作而成就的 非常精彩的 曾经我们一起12岁 感恩您的收看 也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好 来 准备 来 六 五 三 三 二 今天呢是拍李舍师姐跟金德师兄 他们每天早上啊 他们会轮流的回到市东国小 来帮小朋友上下学 因为这边的路口 大家可以大概看到一下 我们这边车子很多 所以小朋友在上下课的时候 其实很危险的 然后就有我们的爱心妈妈 然后还有大爱妈妈 有我们大爱妈妈老师 然后还有我们的金德师兄 跟我们的黎舍师姐 他们会做轮流这种工作 来帮助小朋友上下学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呈现 当时的那样的状况 你们现在就在这里 每天都看到老师 好 来 注意 看到老师 老师在哪里 会长啊 原来这个 什么校长啊 通通都有在 那本尊都有来 那本尊自己也有客串在里面做 做志工啊 再往前走 来 今天是因为大爱台在这边拍摄整个交通港嘛 然后剧组就希望说 我可以过来做一点点协助 因为今天等于是要动员很多班的学生嘛 对 那所以呢就是要帮忙 因为那个时间又不定 跟学校的那个作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备备的人就是要配合剧组 然后赶快就是请资源的班级赶快过来 嗨 她们要来这边 因为小老师她有担任的就要上班 那所以有时候上学放学的那个状态 就是需要拍摄之外 也需要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个临时演员 去在那边走过来走过去 那临时演员那绝对不肯太少 因为如果上放学的那个时段 就是真的是人很多 那因此动员到的人 我这样去年这样整个算起来 应该是从一到六年级 几乎每一个班都有动用到 中山北路六段跟四东路这边 它这个是交通最频繁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 所以说每一个部门我们先要 一定要预设好大概的情况 我们前面也有过沙盘推演 所以说我们都会叫谁挡哪里 谁挡哪里 这样意外状况尽量不要发生